哈喽大家好 猜猜我要干嘛 是不是以为我有点去钓鱼了 剥玉米 昨天今天不钓鱼 今天剥玉米 喂鸭子 小鸭子断粮了 街上也没开街 鱼米应该会吃 那天钓鱼剩的两个鱼 一直放在冰箱 先小一点 小鸭子16只 牺牲两只了 损失12块 6块钱一只 要小小一点 销一米 钓鸭子了 别叫 等一下 这鸭子现在小 好 因为吃那个小一点的颗粒 这样大了的话 就可以买些那个 绿米粒给它吃 好 养鸭子是亏别买的 还是说 还是养鸭子 家里又没有做一毛鸭 还是养鸭子 养鸭吃鸭肉 在那个 田里面的倒骨粿了 那就可以打 打个盆子把它们放在那 到五哥了 我这些鸡呀 鸭 每天天跟那些农村大妈一样 在田里面搭个棚 把它们都关在那 晚上的时候 有剩饭 一点过去 它就会进楼 小玉米喂鸭 我的玉米还都 所以说是对的哈 这鸭子的待遇真好 三块五毛钱一斤的玉米 拿去捏鸭子 别想还吃不香嘛 这个玉米放了好久的 知道吧 不是特意买来 给鸭子吃 花了好久 已经干了不少水分 要削一点 这个东西也要削给它吃 看我的耗高率怎么样 小黄伤 黑蛋走开 鸡鸡鸭鸭都得吃 冰至玉米 每一个全部给他们吃 还有一个 下次要去哪里弄点 鸭子太小 现在吃骨子 也吃不来 快吃 昨日我的时候干嘛 没吃习惯 这个鸡鸭子太小了 这个鸡鸭子太小 ничего想起来